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互联网传言赵丽颖与王一博交往,双方代表澄清事实 赵丽颖与王一博在一场音乐会上被人看到一起出现 王一博也带了一顶甲发来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 此新闻一出,网上顿时炸开了锅 赵丽颖与王一博,是否真的能走到一块,又有着怎样的纠葛 今日,就让我们来解开谜底,还你一个水落石出 两人因为拍戏而相识,八卦不断 赵丽颖与王一博都是从有匪开始合作的 不管是在戏里,还是在戏里,两人都表现得十分亲密 所以也就有了一些传闻 两人在拍戏时也时常有亲密的互动 例如王一博用双手去抓赵丽颖呕吐出来的骨头 或是赵丽颖将脸蛋贴在王一博的肩上 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部电影的广告 因为,若是男女主之间有一段不清不楚的恋情 肯定会很快吸引到大量的眼球,为这部剧增加人气 所以,当赵丽颖与王一博第一次被曝出丑闻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一部剧结束,丑闻再起 刚拍完戏,两人还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七夕节赵丽颖也发了一条七夕节 并配了一组赵丽颖在拍摄一杯奶茶时的合照 一指是王一博的双手和一只男人的双手,而另外一只手上的细节也是一模一样 赵丽颖在张碧晨的生日当天,送给了他最爱的一件礼品 还大方地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朋友圈,但没多久又被删掉了 因为下面的留言里还写着这套衣服不会是王一博的珍藏吧 似乎是被网民们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他们怎么没有把他们的关系公之于众呢 演艺圈里的爱情往往是超乎想象的 赵丽颖和王一博之间的关系就是在平常不过了 毕竟两个人都还没有结婚 尽管王一博的歌迷们不能容忍他和一位离婚并且有了小孩的女人交往 但是既然他愿意,那又有何不可 既然如此,为何他们还没有公布他们的关系 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 像是工作压力,家庭问题,粉丝反应等等 不过,赵丽颖的老公冯绍峰却成了他最大的阻碍 冯绍峰要和刘凯威复合 赵丽颖与冯绍峰两个小孩日渐成长 他们依加见赵丽颖的演艺生涯日益辉煌 便断然不愿再提与自己的儿子再婚 于是,冯家人便放出话来 说要为赵丽颖再续前缘,送上一栋别墅 想借着大众的意见,向他施压 冯绍峰最大的特色就是敢于把这件事闹大 与熟视的传媒人士沟通 放出他要和赵丽颖再接一次婚 并且要在巴厘岛大摆宴席 民众是什么态度 冯家这一次的动作,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有的则吵着要赵丽颖再想想 起码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子女 为自己的儿女们建立起一个美满的家 吃瓜群众都在评论 我看赵丽颖跟王一博挺搭的 他们都是非常敬业,非常敬业 非常有天赋的艺人 他们看上去也非常甜美 祝他们快乐 双引号 也许,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情侣 也可能,两个人都在默默地喜欢着对方 却没有说出来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的决定 并为他们带来快乐 最近有一些关于赵丽颖和王一博的恋情 传闻在网络上流传 然而,我们在这里要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和理性 不要轻信不实信息 也不要对明星施加不必要的压力 在明星的世界里 恋情传闻时有发生 但真相往往需要时间来揭晓 赵丽颖和王一博都是被受喜爱的明星 他们的个人生活也需要一定的私密空间 如果他们真的有感情关系 那就让我们为他们感到高兴 但如果他们只是朋友 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因此,让我们一起保持冷静 不传播不实信息 不制造不必要的猜测 为明星的个人生活保留一些隐私 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支持他们的职业 因为他们的演绎事业是我们喜欢他们的原因 希望大家理解并遵守这些原则 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健康和尊重的粉丝文化 谢谢 对于赵丽颖与王一博之间真实关系的真实想法如何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